自从我跟你认识的头一天 我就在做这个倒霉的iLook杂志 头一天是咱们哪年认识的 还真是十得好早好早了 十年肯定有 十年得有了 就那个时候 对 你就在做梦动天空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几年了 开始几年了 我们是97年开始 那你现在还在做梦动天空 对对对 发财了吗 不能说发财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挺乐观的 因为音乐的市场 这十年来 这个音乐工业我觉得是最糟糕的一个行业之一 全球 其实这里面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这个变化里我觉得两方面看 它也有两边的机会 我觉得一方面音乐是不是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我来讲 我已经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你怎么赚钱 那音乐如果CD什么这些东西不卖 完了之后有盗版 有免费下载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听音乐 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多 但是所以说大家热爱音乐 还是比以前 其实这个热情 还是很高的 对 所以实际上现在的现场音乐 那有没有新的所谓商业模式 让音乐的从业者能赚着钱呢 这个我觉得 其实从中国的音乐未来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从词曲作者 就是诸作权的保护 逐渐地会得到增强 比如说现在的诸作权法 包括现在的公播 也逐渐会付钱 卡拉OK这种词曲作者 或者是唱片公司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种制度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大家聆听音乐多了 音乐在分化 在一些不同的类型的音乐 有不同的市场 另外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现场音乐现在在蓬勃的成长 比如说我们这两年 做的摩登天空音乐节 今年做的草莓音乐节 我觉得都是未来很好的商业模式 所以来讲我觉得 还是挺多机会的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 你已经不指望出CD 或者给一个乐队去 你不依赖于它 作为唯一的一个收入模式了 对 其实音乐 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运营模式 它已经把这个收入 切成不同的碎片 但是如果你需要把它 360度整合起来 这些资源 所以我觉得从大家来讲 未来来讲 仍然音乐是大家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只有通过比如音乐节 才有那么多的人 可以到现场 就是大家我们 比如我们也做艺术展现在 就是后来发现 还是音乐可以连接最多的人 最热闹 你们音乐局去多少人 介绍一下 大概去年摩登 大概三天来了五万人 对 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另外我觉得音乐节 确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像摩登天空音乐节 它的理念就是music plus 所以它plus很多东西 plus艺术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体育 像乐器 像食品 像很多它可以不断地增加下去 我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我觉得现在又回到 我可能最初开办 摩登天空的时候的状态 就是真正为了你的理想 去做些事情 当然现在比以前要谨慎 以前我们可能说 为一个理想 为一个创意 我们可能什么都不顾了 那现在毕竟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 经历了很多挺坎坷的东西 所以再做一件新的事情 也挺酷的 挺有意思 这个背后一定它会有一个财务 或者有相应的规则来制定出来 所以实际上 就是现在又既现实 反正又还能保持一点理想的状态 我觉得挺好